各位前行 各位家人们早安 叶丽讲师早安 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人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175次 白阳圣性如你的研读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一样是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识 好 我们先请苏坚来帮我们把之前的复习一下 罗诈三太子辞讯 老安少怀 何天乐 无左德高 天命恩 大胜无事 卫君道 为今为一 尚德品 用才不惠 名不劳 常万奢华子地平 历经图治 大道行 万物一体 卫之人 人在这里 心有没有在这里 有 乱讲 一半在这里 一半跑出去了 对不对 对 那你一心两用额 一颗心可以多少用 一用 数用 好多用途 而且还可以同时存在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只有一颗心 你只有一颗心 没有两颗 一颗心 可是可以想很多事情 可以分化成好多心 心是不是很惊为细腻 是 还很错综复杂 那么多的心 难以捉摸 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心呢 你们有哪些心 私心 偏心 来 把它写起来 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心 不可错过机会哦 私心 偏心 贪心 爱心 伤心 恶心 公心 乐心 善心 忠心 花心 开心 道心 人心 关心 恒心 信心 慈心 孝心 苦心 修心 良心 专心 耐心 细心 背心 出心 会心 知心 发心 心心相应 实在太极杂 心 好累哦 这么多心 有好有坏 好的时候很好 那坏的时候呢 很坏 一心的念头 一生的心到底有多少 太多 起起伏伏 看了我都头大了 这么多心 这么多的心 好就助你心灵的成长 不好就助你心灵的成长 就是这么多的心 所以佛陀才做一本什么经 心经 心经是要来做什么 治疗自己的心 也是启发良心的智慧啊 你看这么多的心 累不累 累 常常听见你们说 心好累哦 到底为什么心好累呢 原来就是有这么多的心啊 把这么多的心 这么多过去的事情换不下 然后一直在心里面记着 烦恼着 怨恨着 牵惨着 一直住在心里 所以天天都拿出来品尝一下 不品尝一下还不行 一直拿来回味 忘不掉 久了还换不掉 身体就会起化学作用 然后心病就在身体产生大毛病 所以这个病就不是病 是不是 是 所以为什么有些病 药都吃不好 因为心病还要心药医 所以心经人人有一步 观自在 观己自在 观人自在 观世自在 观理自在 生命若能转个弯 心念转个折 那就会自在不爱了 像我就只有一心而已 哪像你们那么多心啊 那么多的心烦恼自己 天天在喊 烦恼 烦恼 可是有没有人去把它 寻根究底 问问自己 你在烦什么呢 没有 都不会管好自己的心 若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心 那就会心平气和气就顺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很郁闷 郁闷好像胸闷 气血不通了 外面的水沟如果不通 会不会发臭 会 那你如果气血不通呢 心脏爆炸 心脏爆炸 那你严重咯 所以人人有一步心经 自己要好好的去念念 不要一直念外面有形的 要念念自己的心经 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就是只有一心 所以我无烦无脑 无牵无挂 无忧无虑 我无事一身亲 哪像你们那么多事 所以你们才会烦恼忧愁 心要不要洗一洗 要 要用什么洗净 你们的心要好好的洗 左搓右揉 心太多脏东西了 要多洗几次才会干净 对不对 对 人的心沾满了越多就越黑 所以叫黑心 不是都骂别人黑心肝 要怎么洗 公德水 知道什么是公德水吗 不知道 难怪心都黑的 有没有人人心是红的 有一半黑 一半红 一半好 一半坏 有时善心发出 就用红的那一半 有时道心呈现 就用黑的那一半 有没有人心分成两半 有 就是心念的问题 为什么恶心会跑出来 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不得不 不然会被别人欺负 怕输给别人 我不甘愿 因为环境没有办法 不是我的错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不对 所以现前都要实施 克己妇礼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没有克己妇礼 没有 劳山心源意 所以放任自己的心在外面游荡 要实时的守住自己的心 收回自己的心 求其放心 什么是功德 渡人有没有功 有 你做好事 不仅你渡一个人 你不明白 明白 而且你不只是就这一个人而已 还有九贤七主都会感谢你 为什么 救人一命圣照七级宝塔 一直得到九贤七主 尽操生 所以渡人功德大不大 那你要不要渡人 要 敢不敢去 我看你们都不敢 我都说了我是谁 开路先锋 只要你们心一动 要去渡人 我就会先去帮你 那你有没有信心 有 渡人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你做很多好事 还不仅你渡一个人 虽然还是有功德 要赶快行功利得 还是要赶快去渡人 虽然有时候去渡人 人家不来 就很沮丧 很不好意思 你去渡那个人 也许他的孕缘还不具备 可是你去渡化他 做了这件事情 就有功了 听懂吗 懂 世人的眼光都太短浅了 都想说 渡人不来 就不想去了 其实只要你踏出去 劝化他就有功德 所以你们要不计较得失 赶快去渡人 好不好 好 我是开路先锋 你们也是啊 只是你没有去做 我有去做 差别在这里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页开始 好 谨慈 罗赵三太子慈悲主语 你的心愿是不是想度尽天下众生 不可以骗我 其实就是要你们有这一份心 孔夫子希望世界大同 可是世界大同了没有 没有 他还是成为圣人了 对不对 地藏古佛发了多少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地狱空了吗 没有 可是他成佛了吗 成佛了 所以就是要你有愿力 好的 这个地方提到愿力的重要 我们要有那个愿 要度尽天下众生 希望世间早日大同实现 这也是当年孔夫子的愿 孔夫子的愿 今天我们要帮他还愿 就是诸佛菩萨的愿 我们要帮他还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这是地藏古佛所说的 他的愿 所以愿力多重要呢 你看这个孔子世界还没大同 他已经成为至圣现实了 地藏古佛 那他地狱还没有空 他已经怎么样 成佛了 所以愿力的成就 这叫愿力的成就 好 来请苏朱姐 多诈三太子 慈悲主语 你去度人 虽然他没有来求道 可是也算你供 但是人家有来求道 没有来求道 还是有分别 对不对 对 可是不要让你白做功 上天都把你们记得清清楚楚 不会让你们白做功 也许你们做别人不知道 可是上天都有记载 你们就是爱计较嘛 你们就是担心自己做的 没有人知道 担心上天没有登记 通通不用担心 人在做 天在看 好 这边讲到度人 度人的功德 当然 刚刚前面有讲 这个圣造七级浮屠 就算我们 度人家花了很多力气 不见得能够度得到 但是呢 这也没有做白功了 你只要有所付出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就是一个愿力了 就是一个愿力 愿力可以成就 成就一个人 哪怕是地义还没有空 哪怕是诸佛菩萨 他的愿还没有完成 但一样可以成 但一样可以成 艳丽的成就很重要 那虽然我们 去度人不见得那么顺利 但是那一份心 就可以让一个人成就 好 苏苏姐再把这三行读一下 那接下来是 节用而爱人 那我们接下来 来读一读 南平道记 佛老师给我们的 业力讲师 南平道记持续 一颗心效法学 习菩萨精神成全 慈航一法传 普渡众生智勇双全 盼元郎找登传 九六佛子归故元 务实实修全 团结立荡 重发心愿 全世界其飘荡 道法传人间白阳天 圣佛先其道庄 奉劝良善 回头是岸 全世界同修免 共圣举弥勒大家园 祝道万寇相关 同来荣华圣却团圆 好 一颗心 最重要 所以前面讲到说 诸佛菩萨都是靠愿力成就 那个愿力就是那颗心 那我们 用那颗 效盛的法神 法弦 那颗 慈悲 那颗 成就 世界大同 舍我其谁的那颗心 那个心最重要 为诸佛菩萨还愿的那颗心 那个是足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让一个人能够成圣成贤 所以这边讲到说 要学习菩萨的精神 要持航一划船 能够开设佛堂 建设道场 能够普度苍生 这个都是自勇双钱的表现 所以 期监 监睦 鹅郎 早日登船 这个 开个划船 就希望有更多的炎佛子 能够来 九六佛子归故炎 务时时修前 当然 大家一定要团结 力量大 而且呢 我们 不要忘了我们的心愿 所以这里要重发心愿 并不是说每天都在 这个 发不懂的愿 而是 发的愿 就要去实践 如果我们的愿力 没有发挥出来 那就要重发心愿 只是把那个愿力找出来了 所以这边讲到说 全世界 奇飘荡 道法传人间 白阳天 这个 白阳的旗字 迎风飘荡 代表的是 现代白阳旗 大开普渡 很多很多的猿人 都要 旗登法行 所以圣贤先佛 也都来搭帮助道 旗道庄 奉献良善回头是岸 所以这个礼呢 要大家懂得 这个 你说人 人是这样子 不见不善 所以要多开头 多开口 多讲 欠善的话 所以 每个人 都存好心 说好话 让世间 越来越美好 众生呢 讲道理 让众生能够明理 这个明理啊 就是一种回头是岸 晓得在人 世间该做什么 全世界 同修眠 共胜 与米勒大家园 这也是我们佛佛老师 最大的愿 也是我们老祖师的愿 就是 这边讲到愿力的重要 老祖师就是靠这个 米勒大家园 就是人间净土实践的愿 来成就的 所以 我们称为 米勒的建树 明师的弟子 我们都应该要笑话 要发这样的心愿 祝道 伴 寇相关 同来 荣华 圣却团圆 这个荣华团圆 这个荣华会 将来 能够回归礼天 顾家乡 将来 随老祖师 下身 这个人间净土 开荣华三会 来 我们 继续来 请 书娟 南平报寄辞讯 问徒儿何时回 愿明里早知全 有其原人相逢 快马加鞭 天有荒 地会老 图真心 表白天 众乾坤 其携手 听命直前 问徒儿 红怨生 贤财极 驾火亭 行真功 名时善 尊尊其人 燃烧几光照人 牺牲奉古贤人 道远 知病中有 一贯传心 问徒儿 这个调记 彩银飞 彩银飞 这是一首 很好听的圣歌 佛老师说 问徒儿何时回 愿明里 早知全 我们 来人间 有的已经六万年了 有的是乘厌而来 但是呢 如果万一迷失了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要回头了 都不知道回 李天故家乡了 所以今天能够得受明示一点 叫做有奇言 能相逢 快嘛 嘉宾 要赶快努力 天有荒 地有老 意思是说 这个天地有一天也会 叫做沉住坏空 世间总是变化多的 多端的 沉住坏空 生灭无常的 徒真心 表白天 众乾坤 其携手 听命之前 佛老师要我们的 就是那一份真心 真心能够表白 大家就有那一份心 一起来吸手努力 问徒儿 红艳生 所以这边 谈的还是那一份愿 愿力很重要 红愿 红艳生 贤财 贤灾 及 嫁佛庭 集合大家一起来努力 也不是一个人 有办法做到的 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行真功 民实善 尊尊其人 所以 要真的 真修实办 这个 真功实善 尊尊其人 那一份 那一份 奉献 奉献 古贤人 效法 古圣 先贤 那一份 精神 他们都是为 华旺旗 牺牲奉献 天下 逆 言之 以道 但问 耕耘 不问 收获 努力 去做 就对了 秉持 这一贯 的 心 传 继续来 请文淑 南平道记 词训 问徒儿 曾约定 下凡间 伴未 莫成 深深情 窃窃 亦 知因有谁 知徒 原生 生世 还可 哭 时可难 知心人 忠言尽 守候南平 第三段 这边 还是一样 问徒儿 我们 跟老师的约定 有没有忘掉 然后 我们说 要下来 大帮助到 要帮 要帮助老师 办末后 这三朝 普度的大事 所以呢 老师呢 对我们 每个徒儿 总是 深深情 切切意 希望有 更多的知音 能够了解 知音有谁 师徒原 生生世 所以 师徒 老师跟徒儿 总是 那种缘 结下来 是深深事事 还可哭 实可难 但这份缘 是不可能 没有的 所以 所以 佛老师要我们 能够 记住 跟老师的约定 也要 记住老师 对我们那一份 深深的情 切切的意 还有那一份 期盼 希望我们去努力 好好的做 所以 痴心人 中缘 中缘 守候 难平 所以我们 看到我们的老师 就像一个 痴心人 总是 对我们 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中缘 那个良心 肺腑之言 叫做 中缘 一句句 给图儿的话 希望图儿能够明了 老师呢 就在 南平 等候着我们 好 接下来 是我们 佛老师 给我们的 慈悲主语 好 我们 请 写情 南平 放弃 慈悲主语 老师 坐在地上 把鞋子脱下 鞋代表什么 走天下 走天下 有没有人 要跟随 为师的脚步 有 有没有人 要跟随 为师的脚步呢 有 谁啊 要的人 棘手 为师的脚步 好跟吗 有老师在 我们都不怕 前面有人 指引你 不用担心 不用怕 走错路 昨天 有开路先锋 所以 陀佛们 欢乐之鱼 别忘了 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 这一天的来临 是前贤们 背心的准备 虽不能说 一砖一瓦 出自你们的手 可是 一份心意 一滴血汗 默默地付出 无所求的作为 牺牲自己的时间 奉献自己的心力 不止你们凡间的人忙 天上的仙佛 都在搭帮祝道 天人共伴 好 佛老师呢 给我们启发 那他把鞋子拨下来 然后 告诉我们 要走遍天下 因为鞋 代表什么 就是走天下 那老师最重要 是要问我们说 我们要不要跟随 老师的脚步 那 然后还问 有谁 要跟老师的脚步呢 要的人棘手 可是老师的脚步 佛老师的脚步 好不好跟 当然不好跟 我们要紧紧地跟随 不要走错路 不要 跟不上迷路了 当然老师会给我们 很多的指引 那 也谈到开路先锋 开路先锋 虽然走在前面 但是老师呢 会走在更前面 来指引我们 就像 我们 来到这个地方 叫做明德园 明德园呢 当年 本来我们也不需要 在这里的 来到这里 看到这里 荒草遍野 没有一个人 会想要来这边 没有人喜欢 但是 激光老师就指引 我们要来到这里 所以可见 他走在我们的前面 永远都 给我们做指引 那我们也要跟好脚步 另外呢 别忘了前人重树 后人成良 这一天的来临 是前前们 费心的准备 也真的是啦 我们 来到这里的感受 真的非常多 这个 整个的落成 其实才是一个开始 前面有很多人的努力 希望将来 有更多人 能够来到这里 因为一砖一瓦 要能够打造起来 一个美好的 人间净土 真的不容易 有这样的一份心 有这样的一个 默默的付出 都是我们学习的啦 那我们应该无所求 但问己心 不要说我们 上天给我们多少 应该说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少 所以佛老师 勉励我们 其实 一切一切都有上天的 暗中的帮助了 其实这一切 也就叫做天人共伴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好 接下来我们 再来请业力讲师 南平道际慈悲主语 南海古佛是谁 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祝道有功 所以老母是封南海古佛 我们一份心力 一份收获 真道真考 真道有会棒 我们要拿定主义 认定方针 讲解经义 待天宣化 明礼后 当花菩萨的心愿 教法先活 救度有缘 认重道远 当做自己的责任 若落实修身其家 道物必能红转 佛们 别看清自己 你们都是承在佛前 立下志愿 要来拯救 人间的善男性女 修办道药 忍得住辛劳 耐得住烦恼 受得住寂寞 哎呀 好困难哦 这真不是人做的 是谁做的啊 是佛做的 那你们今天是不是来学佛 是 学佛就要做佛事 好 这边佛老师跟我们 提到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 他就是 非常非常的慈悲的愿力 然后 希望我们也能够笑话那一份心 另外呢 真道真考 佛老师跟我们讲说 任何的考验锻炼 其实就是为了要成就了 一个人 但是没有经过考验锻炼 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心愿 那个愿力到底有多少 有多强 所以 当我们戴天仙话 当我们 孝顺滑旋 广度有言 一定也会有各种考验锻炼 这个时候要拿定主意 认定方针 知道自己的责任 该怎么去努力 那所有的考验锻炼 都是为了成就 成就我们自己 所以 佛老师说 不要看清自己 我们都曾经在佛前立下志愿 都为了拯救人间的善难心 才来 这个人间 而且 能够大帮助到成为我们 佛老师的弟子 这都是不简单的因言 所以 这边 佛老师 定领我们 修办到要 忍得住辛劳 忍得住 耐得住 烦恼 受得住 寂寞 当然不容易 不容易 做到了 那就是佛 的境界了 我们要写佛 就要写做佛的事 一个景词来帮我们读 南平道记慈悲主语 生死一大因缘 徒儿们要了解 超生了死啊 别再沉醉再凡乡 人间只是战时 是过客 不要把它当作 永久居住的地方 要借甲修真 肉体就像航行在 苦海中的一艘小法船 航行的人就是你的心 那你体悟道理 解脱一切 是不是要靠岸 是 回头是岸 别航向苦海 有岸就要靠 否则会离师越远啊 好 这里佛老师 名利我们 生死大事 我们自己 一定也要努力 才能够 真正的超生了死 如果我们 虽然求道 也是民事的弟子 可是我们沉醉在凡乡 不晓得 借甲修真 却呢 迷失在这个 红尘当中 不晓得自己的努力方向 就好像航行在苦海中的一艘小船 航行的人 如果迷失了方向 那也是 最后 也不能回到我们 该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 好好的努力 要体悟道理 理路要清楚 理路就像我们 航行在海中 那一条航道一样 所以在苦海中航行不简单 有时候呢 有的人是 越走越远 离师越远 意思是说离真理越来越远 我们再读一段好了 那个 宿诸 男平道计 慈悲之语 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没有信心 至非感重 不相信自己可以做佛事 可以成仙做佛 那你今天相信了吗 相信 平平安安就是佛 里面都是有福之人 徒儿们要同驾这艘法船 好好的住道护持 将来每个人都有功 今天大家团聚一起不容易 咱们师徒见面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佛老师说我们要有信心 另外呢 有信心 也要不卑不亢 不要呢 信心不足 反而呢 会有自卑感 所以这个呢 就是希望我们 自己啊 在修办的路程当中 要引以为荣 引以为傲 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啦 像我们来到日本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一些孩子 能够来日本读书 我们协助他们 来这边 读好的日本的学校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边 也接受好的道场教育 将来呢 他的成就 一定是 出类拔萃 那个就是 可以引以为傲的 让一个 每一个白羊地址 走出去都是引以为傲 都很有信心 道场的栽培 能够成就的 就是出类拔萃的 最后呢 那佛老师这边勉励我们 大家要把这艘舶船 共同架好 要好好扶持好 每个人都要努力 都有功 大家一起团结 一起努力 那能够把握每一次 师徒的相继 相聚 那个是很不简单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因为今天我们准备 要回台湾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 感谢天使的 谢谢各位情形